白茶灭了她全体 她灭了白茶 丈夫还想赶化她让她收手 她直接把她赶上了 让她晕上几天 接着来到白茶宫殿 果然 白茶又生龙活虎了 虽然之前被抓起来 可是她叫来族人 趁着明夜去赶化桑九的时候 独占天族 把仅剩的几个神都抓了起来 因为刚刚先魔大战 有能力的神都隐灭了 所以剩下几个管花花草草的自然抵不过 正准备宣布自己当王的时候 桑九不当 竟然还活着 她怕是不知道 桑九不只爱王者 而且现在是很厉害 直接吃了白茶 白茶彻底下线 接着就是白茶宫殿 然后还把族人炼制成水晶 结果被醒来的明夜发现 她不能允许爱人越陷越深 于是直接上前 哪怕刀已入骨 也要抱着爱人 用自己的鲜水 精华桑九的魔力 可桑九并不同意 所以直接把自己识化了 这下让你还怎么练花 而明夜也是狠 直接露出真身 韩剧在桑九面前 一躺就是一万年 直到这一世的谈台镜 带着众人寻妖的时候 发现了两人的存在 这娇身上全无妖精 周身却萦绕着一股怨气 长死以往 亦会被这怨气所吞噬 变成一条魔胶 而但台镜也看到 娇容的手里 有一个棒壳 还觉得有点熟悉 于是直接让人动手 把蛟龙带进来 而被唤醒的蛟龙 看到谈台镜的一刻 似乎明白了什么 而但台镜看到蛟龙 也被慢慢吸引 好在此时 这一世的他感慨 öst 眼睛 explic 说